字幕提供 我是葉劉芯 我是石芝麻 記住看《人約離婚後》 也要看《人約離婚後》 也要看《人約離婚後》 有些人覺得好像很多歪理 你是不是覺得 男男女女經常偷吃 那些戲全部都有偷吃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 在你的愛情觀 我的愛情觀裏 有時候中國人 有很多話不想說 不會拿出來說 我由第一部戲拍《獨家事愛》 我都說我拍《獨家事愛》 因為我喝 我經常在大學同學結婚 然後經常聘請我 我心想 你一個月要結婚 看看你好得多久 這是我心底裡的想法 那時候才會想《獨家事愛》 一結婚可能已經有第三者 可能因為供流 可能因為很多感情 或經濟問題 他們的婚姻會破裂 我是在做警訊 有很多老公老婆說出來玩 好處就是 讓單獨偷吃更公平公正公開 正所謂 夫妻如衣服 不會不舒服 警訊就是跟你說 你真是 事實的真情 對 錢包袋好些 警訊用來從小看大 拍來拍去都是那幾個案件 我和警訊的責任就是跟你說 愛情要提防有第三者 你提防伴侶會變心 你提防 其實他會偷看你的電話 那我的電話 你是不是要安密碼 我只是在做警訊的事 其實 結婚這件事 很多人問 是否會結婚 但我經常都會跟他們說 你看我的電影 你猜我會不會結婚 雖然拍完後 離婚後 但我對婚姻也不悲觀 也很有憧憬 但我也相信 人可能會做錯事 我又覺得 所有事情都不可以 說得那麼緊 我一說 我不做這件事 突然被人發現 我做了不就很懶 很邪的 是啊 所以我從來是 我記得上一次 婚前事外 那些人問我 那你會不會偷吃 我會說 不是的 我現在說 我有偷吃 那又沒有 我說我沒有 但如果過幾天 被人發現了 那又是甚麼 所以我從來都是 所有事情都是說 嗯 都是不要回答 真的 跟結婚一樣 會不會結婚 不知道 但是 結了當然不想離婚 這個一定 但我又不是覺得 因為懦而不想離婚 是一定是 經歷了一段 很不開心的經歷 才要選擇離婚 就是我不想 我有這個經歷 我求求你 是啊 哈哈 最近我就跟大家說 你們看娛樂版 多開心 都可以不開心 多美好的愛情 都可能會有一個不好的結果 全世界的人的愛情 都是一句說話 有人歡喜 有人受 這邊熱戀的時候 一定有一些人失戀 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 開心的時候 開心點 我覺得分手就是分手 看看哪方面提出 我想被人飛 永遠都不會覺得 你是一個很漂亮的分手理由 但是 之後 其實現在我跟 譬如我的前輩 都是朋友 我又不會後悔 我做事也不會後悔 開心過都是開心過 開心過